安康魚 我覺得這隻安康魚一看就是母的 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安康魚當然其實它會有一隻釣竿 有一些種類它不是固定 是會把東西弄完 弄完進去的 然後會吸引的 然後安康魚它其實分布的範圍很廣 有一些是在很深海 有一些在裡面很深 你們知道為什麼 我說這隻安康魚看的是什麼嗎 你像看在深海裡面 我們如果在陸地上 你看熊跟老虎 平常也沒有一群 可是繁殖的時候 公雄就是可以找到母雄 公老虎就是可以找到母老虎 對不對 不行 不行 靠氣味啊 靠費洛蒙啊 對不對 就靠穩的 但在海裡面當然也有氣味 可是它飄散的速率 它飄散的那個效用 就不像在空氣當中那麼好 所以其實 當然它有一些還是可以靠味道 靠眼睛啊 但是這個魚它也非常有趣 在深海裡面相遇的機率可能又更低 所以其實公德安康魚有很多 是寄生蛋糊的生產 假設安康魚從來有很多 假設有這麼大隻 然後呢 木的 然後公德安康魚就小小一隻 然後吸蛋的給生產 那它的人生 它的魚生 不是快死掉的魚生 知道哪一個生 就是在必要的時候提供 一種雄心配子 對不對 然後讓族群能夠持續繁業 沒有空就可以去查一下 但剛剛女公母 不知道怎麼會有趣 因為體型大的差很多 我現在也會想過 我們來找這裡